资料图图片来源 为得心应手 不论一级市场股权投资 还是二级市场股票买卖 都赚得盆满波 但是投资是守规矩 不守规矩就必须受到应有处罚 想靠眼睛混过去是不可能的 两发昏招三问黄教主近日 证监会披露高有操纵市场 安先起风波 引爆舆论关注 其原因就是设施操纵账户 涉及影视明星黄晓明 作为一名当红演员 黄晓明曾多次陷入舆论风波 往往能全身而退 然而 这次面对资本市场的大案 黄晓明及其团队的回应 却显得业余 最初 当黄晓明卷入18亿股票操纵大案被爆出 于勤快速发较时 黄晓明工作时为止注油盐 第一时间发出一则严正声明 首先 撇清与高有的关系 三个字 不认识 七次 强调自己行的端坐的证 未受到与股票有关的处罚 众所周知 娱乐圈澄清非闻最好的方式就是否认 黄晓明的第一则回应便是如此 不认识受罚人 自称光明磊落 不过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注意到 当时报道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张某霞 黄某明母子关系与张素贤 黄晓明母子关系的对应 黄晓明团队的声明却必重就轻 给黄晓明挖了一个深坑 这也是其第一个婚招 第一份声明发布后 不少媒体挖出猛料 黄某明的账户就是黄晓明 而黄晓明本人也曾接受过证监会的调查 其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动向 被挖个底朝天 这其中就包括在敏感借客10点炒作长生生物的全身黄海机械 就像娱乐圈负面绯闻被越挖越多 这个时候又需要紧急辟谣 但黄晓明那娱乐圈辟谣的方式 最终把戏免砸了 在8月15日的第二份声明里 黄晓明在坚决批开与高涌关系的同时 表示从未参与长生生物股票投资 2014年第三季度买卖 黄海机械也是当季进出 黄晓明的上述声明至少有一个错误 那就是他的账户 并不是在当季退出 根据黄海机械2014年第三季度股东情况 黄晓明当时是黄海机械的第五代股东 持有黄海机械72.24万股 持股比例为0.9% 而到第四季度时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已不见黄晓明身影 要知道第三季度报的截止时间是当年的9月30日 因此黄晓明不可能当即完成进退 另外 黄晓明趁黄海机械2015年 才被长生生物截壳 2016年才更名 因此声称其与长生生物毫无关系 截壳上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根据媒体的报道 早在2014年4月 长生生物便筹划截壳上市 早于黄晓明账户投资黄海机 写的时间 因此从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并不能撇清黄晓明 与长生生物的关系 事到如今 黄晓明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一 作为娱乐圈明星 社会公众人物 你连续的两份声明里面 都漏洞百出 一味意欲摆脱与高涌操纵市场的关系 请问 你到底是不谨慎还是不愿意面对 社会责任的担当 密体现在何处 问题二 从证监会的处罚和你的声明来看 你所谓的委托理财时间有数年之久 其委托金额巨大 那么请问 作为有投资天赋的演员 你不关注投资的盈亏吗 更何况是波动较大的正确市场 难道每一年收委托方都不会向你或者你的母亲交代投资情况和投资收益吗 难道投资就是把钱扔出去就不管不问 问题三 高有操纵市场已经来时 那么你的账户在当年操纵股价过程中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获利钱财流向何妨 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处罚 至少你应该查看股票账户 给大众一个交代 毕竟作为公众人物 你的钱财所得 多数来自票房提成 拍戏片酬 粉丝给予你的支持 在这个时候 你更应该让大众了解此事背后更多的细节 真相 而不是一味的撇清关系 妄想独善其身 明星资本市场造富虚案规格 但是明星和资本相互利用 近几年在影视圈身形 2009年华裔兄弟上市时 其自然人股东中出现干击中 冯晓哥 李冰冰 任健全 张卡瑜等 一批明星与明导 明星资本造富逐渐进入大众事业 自2013年开始 影视行业大热进 涌现出一批通过IPO上市 或者通过收定购等方式 进入资本市场的影视公司 而这些影视公司背后 也不乏范冰冰 赵薇 吴秀波 黄晓明 吴奇隆等明星股东的身影 对于明星持股 影视公司总有一套官方的说法 为深度绑定明星资源 资料图 唐的影视上市 赵薇范冰冰同台出席接牌仪式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唐的影视上市时 范冰冰 赵薇 张峰仪以较低的价格 持有糖的影视原始股 环瑞士季节核心 美联合上市时 杜淳 李一峰 贾乃亮等也持有其股份 正在排队等待在国内上市的 博能影业 也有张韩宇 黄晓明 张子怡 陈宝国 韩寒等自然人股东前夫其中 若明星以正当投资 影视公司合作 无可厚非 但一些不惜违法违规 护农投资者的做法却应该严惩 今年4月 中国证监会对赵薇 黄有农夫妇 拟立空壳公司 收购 赵氏公司 详员文化 原万家文化 一致给出罚款30万元 和5年进入证券市场的定格处罚 原因是赵薇夫妇 妄想用6000万元 51被抗改 空壳公司来做主上市公司的 违规操作 凑巧的是 赵薇与黄晓明还是同学 不过 30万行款是顶格处罚 但对于赵薇夫妇来说 却是毛毛雨 此前赵薇和黄有龙锦 通过套现阿里 影业就近赚 约11港元 我们并不是一位指责 明星进入资本领域 而是倡导明星 获取财富的同时 更应该回归到影视创作中 影视公司通过资本市场 获得融资后 将钱用在刀刃上 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影视产业 记者刘明涛目悬编辑和讯讨 每日经济新闻 NBDNEWS原创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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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烧烈